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市综合体 该工程具备五大特点 一、建筑体型复杂 二、建筑体量庞大 三、木墙系统种类繁多 四、大鸟屋面设计和施工技术难度高 五、现场交叉作业面多等 为了能完美地实现建筑师的设计理念 并确保大鸟屋面的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 沃斯对整个项目的设计和施工 做出了针对性的方案部署 设计篇 主要技术路线 一、运用变技术对大鸟建模成型 二、对一字模型进行板块数据分析 并结合当结构变形计算分析结果 对模型进行二次修正 在保证建筑外形的基础上 是更如弧线玻璃 实现平板化设计 三、玻璃板块特性分析 按相邻板块揭查 分五个等级进行统计 四、根据现场对大鸟钢结构测量放线 所得控制点数据点 对B模型最终修正 为设计和施工提供理论数据 五、系统选择 A、热弯单区弧线玻璃体系 B、平面玻璃构造体系 C、冷弯单区弧线玻璃体系 经过综合性价比分析 为更好的实现建筑设计理念 本工程采用冷弯单区弧线玻璃体系 来实现大鸟建筑造型 该项目由于系统繁杂 通过B模技术的应用 能很好地解决设计和施工技术难题 为项目工期和质量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施工篇 主要技术路线 一、材料加工运输 二、现场材料堆放 三、水平与垂直运输 四、运用BIM技术测量放线 五、龙骨及板块安装 六、玻璃更换与维护 材料的加工及运输 苏州金唐蓝牧墙 距离项目施工现场42公里 具有得天独厚的距离优势 沃斯大部分材料可采取工厂厂区堆访 进行短距多次运输 现场减少材料堆放量 运输车辆按照如下规划路线进出施工现场 现场材料堆放 本项目南北地块 大鸟形污面施工阶段 木墙材料堆放区域 按总包要求 设置现场材料堆放区 现场水平及垂直运输 依据招标要求 大鸟污面施工阶段 塔吊已经拆除 沃斯将考虑垂直运输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运用总包货运点梯或自制垂直运输设备 将木墙材料运送至购物中心屋顶 第二步 通过装油万象轮的A字架 将玻璃运至出污面吊顶处 在大鸟钢结构上架设龙门吊 将材料吊引出污面后 人工转运至安装位置 现场测量放线 根据BIM数据对主体钢结构进行测量放线 并依据测量放线数据对BIM模型进行修正 确定最终BIM施工模型 为现场实际测量放线 提供理论依据 按BIM基点数据控制点 采用四支六台全站仪打点放样 在全站仪架设的位置铺设基准平台 首先选取两处最高点作为基准点 将此位置的三维数据作为大鸟木墙龙骨放线的基准 分区测量分区放线 标示在主钢结构上 即确定每条龙骨的中线 龙骨施工 根据钢梁上龙骨的中心位置 以及相邻两个交叉点的标高数据 确定龙骨的高度 通过水准仪进行监测 确保龙骨安装精度 在作业区提前铺设木吊板 并与钢梁固定牢固 拉好安全网确保施工安全 这是龙骨板块安装的工艺流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守方 locals 最初 الظ彩地方 甚至未经常冠 Hmm 一个庄陪训 但最团 是差指的 更哪 的 the 所有鑫码 因为 它启 匙 还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门吊周边玻璃完成后 拆除龙门吊和接料平台 安装洞口玻璃 二 挑岩铝板 采用挑出结构一米的吊栏辅助安装 大面玻璃安装时 临近挑岩处预留两排玻璃 作为该部位最后收口 三 进里面造型玻璃 采用轨道悬壁吊和挂栏配合施工 大鸟污面水瓶及进里面转折的平缓处 预留一排玻璃后安装 再次架设悬壁工字钢轨道 利用吊机辅助吊运安装玻璃 四 里面近地位置玻璃 采用依附于主体钢结构搭设的双排小手架安装 玻璃更换和维修 一 水平位置玻璃破碎 采用汽车钓配合玻璃更换 以较低的污面停缓处作为预吊放区域 再由人工将耕地材料搬运至破损处安装 二 进里面位置玻璃破损 可采用升高作业车或小手架和小吊车配合的两种方案进行更换 国内升高作业车的作业高度可达四十五米 满足此部尾玻璃更换的需求 精心策划 专注设计 精心施工 用心把握每个细节 提升每寸价值空间 苏州金螳螂将以一流的工程设计 一流的项目施工 一流的后绩维护 一流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 把苏州中心广场内权及大鸟屋面工程 打造成苏州地区标志性的精品工程